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斯蒂芬 那在上一节课程里边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在项目的启动阶段项目的可行项目启动阶段项目的一些流程规范 那在这一讲里边我给大家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项目的启动阶段里边项目需求管理的一个规范 好 我们看一下本节的第一个小点 本节课的简介和一个目的 第一点 本节课的一个简介 主要是介绍研发在需求管理方面的管理制度和规范 第二点 需求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需求管理的基本原则是在使用方和开发方之间建立 对需求的共同理解 维护需求和工作成果的一致性 并控制需求的变更 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定义 它的主要目的包含以下四点 第一点 保证当前开发不受用户频繁改动需求的关扰 从而使进度受挫 那这一点我相信是做研发的同学感同很深受的一点 第二点就是便于后期整理和汇总 这个代表自己的开发业绩或者代表自己的KPI 那以后我们去做比如年中或者年底我们做评比的时候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评比的一个标准 第三点 控制和维持需求 事先要约定保证项目开发过程的一致性 你不能说我想改就改 想变就变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忌讳 第四点 我们要建立一个需求的基线 阶段需求 阶段实现 还有这个分步骤完成 好 这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简介和它的一个目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节 第二个小点 需求的管理和分析的重要性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漫画 来可以看来看一下 呃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漫画里边 这个卖衣服的老板 买的这个呃 对这个客户 他推销衣服的时候 他并不是有针对性的去推销 他没有问到这个客户 我需要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我想要一些我想要得到一些东西 所以他是一个他是最终会是很失败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老板 卖衣服的老板 他对这个客户 首先他是想问 我是我买这个东西 你要买的这个东西是给谁穿的 那这个就是说呃 我们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这个需求是以业务为导向的 所以最终他嗯 推销出了这款衣服 那看到了这张图 这个这个看完了这个漫画 我相信大家对需求管理和分析的一个重要性 有自己的一个有自己的一个认识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一下 如果你认真的分析每一个失败的项目 导致项目失败的原因都过多或少的和项目的需求有关 我们要我们要坚持认为项目的需求分析是以业务为导向的 我们来想一个问题 当你和用户坐下来谈需求的时候 我们应该谈些什么 下面有两个场景 来看第一个场景 用户说了 我们要建立一个办公管理系统 项目经理就说 请问要实用呃实现哪些功能 有多少人同时使用 你希望用什么样的数据库平台 你目前的IP架构是什么样的 还有 目前的IP架构是什么样的 还有就是问这些问题都对吗 技术上其实都没有错 但是角度不对 或者说切入点不对 我认为项目的 你这个项目需求的切入点 你必须是在业务层面上的 那在第一个场景里边 这个项目经理问了好多关于技术 实现的这个细节方面 我觉得他并没有站在一个呃 管理者或者说一个加工师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然后你来再看看看一下第二个场景 他们经理就问了 请问我们需要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办公系统 我们当前遇到的主要业务 主要业务问题是什么 然后你最希望通过这一系统解决哪些问题 那显而易见第二个场景里边的这个项目经理所问的这些问题 明显是业务为导向的 所以我们作为项目经理 当你选择技术方案或者制定项目规划 确定验收标准的时候 客户的业务目标比技术实现要远比要重要的多 那首先我们要搞明白我们为是为什么这么做而不是说你怎么去做 我们不应该就是跟客户去讨论的时候不应该只局限于讨论这个技术上是我们是怎么怎么去实现的 不应该只局限于这个技术上的一些细节 而应该是以业务为导向的 那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就是所讲的需求管理和分析的一个重要性 好 讲完了这个重要性 我们再来看一下需求管理的一个流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要获取需求 获取需求主要就是为了使用了解了解使用方的意向 由使用方提供需求文档 然后我们双方开会对需求进行沟通 这个参与的人员包括开发方接口人 使用方接口人 然后我们需要填写这个需求调研表 那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很好理解 好 这是第一个小点 获取需求 第二点需求的一个确认 需求的确认就是指开发方和使用方共同对需求文档进行评审 双方对需求达到共识后做出书面的承诺 并确认需求的极限 需求确认人员 第一个开发方负责人 第二个使用方接口人 好 这一点也是比较好理解的 然后再看一下第三点 需求的跟踪 需求的跟踪是通过比较需求文档和后续工作成果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 实时跟踪保证产品依据这个需求文档 我们进行后续的一个开发 需求跟踪人员就是这个整个项目的一个leader 项目的负责人 好 第四点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需求变更的一个控制 第一点 我们要首先要确立一下需求变更的流程 我们要在项目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确定一下我们这个变更的流程 确保需求的变更不会失去控制 而导致整个项目发生混乱 这一点是这个需求流程的变更流程的一个控制是比较重要的 看一下第一个 我们要比如说变更的时候 我们要提交一个申请 然后进行审批 最后如果审批过了之后 我们再进行更改 然后再进行重新的确认 在这个过程中 第一个我们需要需求变更人去填写 我们这个需求变更申请表 递交给开发方项目负责人和使用方负责人 第二个就是开发方负责人和使用方负责人共同审批 我们这个需求变更文章的变更书 如果任何一方不同意变更 退回变更申请请求 项目按照原来的需求文章进行执行 第三点 如果双方都同意变更 我们就更改需求文档 产生新的需求文档 第四个 重新确认评审后 重新获取书面的需求承诺 这是我们有关这个需求变更的一个变更流程 第二点就是需求变更应对的一个对策 我们这里边分成了这么两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预防 那刚开始你这个需求定了以后 我们就不要去说我去轻易的去改变这个需求 那这个是对这个项目都是不好的了 所以我们要尽量做好需求的分析工作 以期减少我们需求变更的频次 为此在需求分析阶段我们要着重处理好 以下的一个问题 然后力图使需求分析的结果更接近目标 第一个就是分级管理客户的需求 我们在软件开发的项目中 传统意义上的客户永远是对的 和客户是上帝并不完全正确 因为在已经签订的项目需求中 认为新需求的变更和增加 除了影响项目的正常进行以外 还影响到了你这个用户的使用 对于项目中的需求变更 我们可以进行分级管理 从而达到对需求变更的控制 第一个 第一级要求需求就是 我们可以给它分成三子 第一级需求就是需求变更 是关键性的需求 这个需求变更的level级别 是很高很高的 这种需求如果不满足 意味着整个项目不能正常交付使用 前期的工作你也会被全部否定 这个级别的需求是必须满足的 否则就意味着你这个自己的项目 成员和成员的所有努力 所以我刚说的这个需求的 等级我们必须给它定为高 第二级需求就是改良性的一个需求 比如说我想改在这个图的位置 没有满足这类需求并不影响以使用功能的使用 但如果实际上则会更好 然后这个定性就为中介面和使用的方式需求 一般在这个档次 第三级需求就是一个可选性的需求了 更多的是一种设想以及一种可能 通常只是一种只是客户的个人喜好而已 所以定机为低 比如说我这个网站整个风格 我想给它设成一个黑色或者一个红色 类似于这种的需求 那都是可选性的 好 看一下第三个 我们要加强需求变更的一个控制 在我们在需求分析阶段工作完成以后 需求变更仍可以 会发生 因此我们就要加强对需求变更的一个控制 主要我们要真正以下四个原则 第一个严格需求变更流程 严格执行需求变更流程的执行变更 第二个就是建立需求等级 就是我刚刚说的 需求等级因为是需求变更的依据 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需求确定 并经过评审后 我们可以建立需求等级 从你每次要变更 也要改变 我们都要经过评审后 都要重新确定新的需求的等级 那第三点 每次需求变更后 受影响的软件计划 比如说你就是项目的产品和活动 都要进行相应的变更 以保持和最新的这个需求一致 第四点 我们就要保存以上三点 保存以上三点和发生的一些改变 我们要保存变更产生的相关门档 那我刚刚通过这个三点的介绍 我想大家就会明白了 因为这个是在我自己的工作过程中 所遇到的一个就是需求变更 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其实它分为两个吧 第一个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在外包公司去工作 还有说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在自己公司内部去工作 那在外包公司工作的话 这个需求的变更流程 当时是跟人家和怎么说呢 就是说甲方去签订合同的 如果说当时已经签订了好了 合同我们就应该按照这个合同 一二三四 然后按照这个步骤去走 但是如果说甲方单一方面去变更这个流程 变更这个需求的话 那我们我们这边就是开发方 就要对这个变更流程 做就要对这个变更做评估 我们可能就会采取一些什么措施 可能会加钱 然后可能会延期完成这个任务 等等等等一些 那如果说这是第一个 那如果说我们给自己公司内部去做一个项目的话 那可能就不会有这么严格吧 因为毕竟都是自己公司内部的一个人员去做的 这些共同去推进这么一个项目 所以的话这个需求的变更控制 就不会那么严格 所以这个需求变更控制 还是看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个 自己公司的一个业务场景吧 同样也是很重要的 好 来看一下 那本节课程 我给大家来回顾一下 我给大家讲了三点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 第一个 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下本节课的一个简介和它的目的 第二个就是需求管理分析的一个重要性 第三点 需求管理的 需求管理的一个规范流程 那通过这三点的一个讲解 我们可以把它编写成一个有有规范性的一个一个一个道口文档 那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嗯在项目需求管理规范 我们做的 我我在公平时的工作中所用到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模板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展示一下 好 就是这样一个模板 项目需求管理规范 这是第一个页 那 在这个项目需求管理规范 我们要做一个变更的记录 这个版本号 你这个是都会做的 你这个更新的一个内容 是创建了 是删除了 还是说怎么 你这个更新的原因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 你这个参与者都是谁去进行参与了 我们要做一个详细的记录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目录 首先要写一个目录 这样的话看起来更加的清晰明亮 看一下目的 它的简介 还有需求管理的流程 这就是我刚刚给大家去讲的一些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个简介 它的一个目的 范围 第二个就是需求管理流程 或许需求 需求的一个确认 需求的一个跟踪 需求的一个变更控制 需求变更应对的一个对策 你最好就是不让让这个需求变更发生 能不发生 必然不发生 然后加强 需求变更的一个控制 好 三个就是一个需求变更影响的一个汇总表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这个就是我平时工作中用到的一个规范模板 可以给大家共享一下 好 以上就是我这节课 我这节课给大家讲的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程的一个客户作业 同样 参考我给的启动需求规范的一个模板 我刚刚给大家展示的那个模板 然后用自己的语言 同样来写一份适合自己部门业务或者公司业务的一份 启动流程规范文档 第二个就是复习一下下一节项目计划阶段的流程规范 好 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地完成 编写出一份处于自己的公司或者部门业务的一份流程规范文档 好 希望大家能够认认真地完成 好 本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